现在学习在这中央应准是一个游戏 我刚才不是一个游戏 3D面应准面试统织不难以为 我要被刷掉 因为我现在有两个面试统织 一个8月2号是那个受医院的学生行政据 第二个是8月2号就是刚刚投资的3D面试统织 然后受医面试的行政 受医的行政据他们的面试统织是 他的申请截止隔天马上送面试统织 所以我想说如果都是截止完马上送面试统织 3D面应截止了那么久 我都有收到任何运势统织 那我可能收到的应该会是提出的行 而且我刚刚我等公车的时候 想说看一下Gmail 我刚刚上公车的时候心脏跳超快 终于 终于 从1月到现在终于有一个 是我想做的工作 而喜欢的工作 要我去练习 好开心 好 我现在一半二嘛 我昨天整天上班 打工 我现在要去吃钢店 因为我要先吃市中心 我的饼银片照片 然后带着那些饼片照片去吃钢店 钢店完之后 打工车去学校 去买草莓糖 两个草莓糖 然后再带两个草莓糖 一起去 让mehab找朋友 坐在那边用电脑 一个草莓糖是她的 一個草皮彈珠 然後我還帶了那個 我還帶了那個 我還帶了那個 我還帶了 然後裡面 裡面已經有一個紅茶腸 然後這樣我就不用花 也不要錢 然後我也在 我在亞馬仕買個餡戶 想說等一下邊吃飯 也可以邊抓 底片照片比較不會有料 超開心喔 而且很剛好的是 因為受理的那個行政局 他的面試通知 很提前 就通知了 所以剛好 打工處問說 你那一個禮拜 那幾天不能上班的時候 我很順利的有畫好那個假 但是 昨天 打工處已經在問 那一集 就是8月1號那一集 那幾天 我們要畫假 我已經講了 然後翻表記出來 剛剛 3D列印才通知 所以我當時還想說 天啊 該不會撞 撞打工吧 這樣 沒有 我剛好 8月3號也沒有打工 這是命中出病的感覺嗎 12點21 我終於到了 我想要先看一眼 有欸 好摘欸 客門 好扯 聽這個背景音 嗯 我在找不到 就是我 我有看到一段 喔這次啊這次啊這次啊 第一卷可以拍到25 第二卷只能拍到20 為什麼 所以其實第二卷沒有拍完對不對 可是我當時覺得我已經錄到了 哇 義大利真的是 義大利真的是 是不是 在我心裡已經有很大一塊位置了 白老風 那什麼 哇 我當時請路人不要拍到柱子耶 沒事啦 大家都是天使 我看一下 像PINK的演唱會我忘記開閃光 應該是忘記開閃光 然後人就整個黑點 然後這次 這應該是愛冰堡車站 我人應該在這裡 那這次應該有開閃光嗎 可是就是沒辦法 然後這張是 我在這裡 然後我端菜給我朋友 就打工嘛 但是 可能後面太亮了 所以沒辦法 啊 一點 五分 我一個長粉都還沒上 然後我已經 裝好了 我覺得 好像沒有我想像中那麼 有魅力耶 就是 是很有魅力沒錯 但是好像沒有我想像中那麼有魅力 而且像 像我拍這張 這張在愛冰堡 有朋友的手跟 應該是 破屋簷 然後路人嘛 就是這個就很難預測 然後我就會覺得 就是我就不會欣賞它的不可預測性 我沒有辦法欣賞它的不可預測性 就是有幾張我可能有辦法欣賞它 不可預測性 可是這個有幾張我沒有辦法 像還有一張 就是這幾張也非常漂亮 可是 就是好像沒有底片的韻味 還是因為我選的底片太暖色掉 所以就也還好 然後 喔像這張 這張我其實拍的時候很喜歡 可是現在洗出來就是有看到這個人口 就是這些 意外插曲 都不是有魅力的意外插曲 喔我這兩張超喜歡 我這兩張超喜歡耶 就這就有很有那種底片的感覺 所以我就覺得 有表現出來的話就很讚 啊這張就是 很有年輕旅遊的感覺 可是 這張就沒有底片的特色 就是數位相機手機也拍得出來 So happy so happy 就我以為會更happy啦 但是 可能我期待太高 但說不定看電子檔又是另外一個感覺 因為 對就是這樣 這一張是 格拉斯哥市中心有一條街叫Saki Hole 我發現沒有 我發現 就他真正的翻譯不是這樣 但我都叫他Saki Hole Saki Hole Saki Hole是一條很長的步行街 我之前 住的地方 生活圈也都在那邊 什麼的 然後就 跟朋友有一次去市中心逛那種很像屈城市康市美保養 的那種店 之後就請他幫我拍了一張 就記錄一下我曾經存在在這裡 真的還不錯 終於來了 1.38 剛剛排班大咖在群組裡說 因為上個禮拜好像有77磅 就是 短缺 77磅大概是 2800 台幣 然後他多 他跟那幾個大老闆聊過之後 大老闆的結論說 這次沒關係 可是 下一次發生的話 那一天工作的人 要付那個錢 這可以上法院吧 為什麼 他們是不是要去自己去翻查 那個監視器 然後找出為什麼缺切的去 因為 為什麼是 我好像有聽過 有些餐廳確實是 那個 服務生要陪 服務生要陪是很不合理 還是我就吃不算 因為我已經拿到目前幾塊 可是我現在辭職 他們會不會覺得 那個錢是我偷的 那不對 如果 如果我現在辭職 他們如果聯想說 是因為 他們的這個決策 就是以後我們 少錢的話 我們人要付 這個決策是我辭職 然後他們懷疑我 那叫什麼 心裡有鬼 那他們可能就會 回頭認真找 監視器 然後就會發現 根本沒有人偷東西 因為 那個 台灣大咖在訊息裡面也有說 就是 會這樣子短缺 也有可能是 一個訂單做了糧食 什麼的 就是他可能 對對對 啊 那麼機歪 我想辭職了欸 可是 現在這個時間點 就會 可能會被他們互惠 就是會多想 然後我就會可能 攤上 麻煩 就是可能會被反說 欸 欸 這樣子 1點50 我今天有記得帶盒子 所以可以直接把它帶走 蛋蛋蛋 謝謝大家收看我2023那年在格拉斯哥的日誌影片 我寫了一本小說叫次等空姐 大概十萬字上下 已經全數上傳到靜文學的頁面了 如果有出版社願意出版 請跟我聯繫 謝謝